好,這個是做方法的例題,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魚池羊的許多鯉魚 然後我們先做,做方法就是先捉 為什麼要捉呢?因為要做什麼事? 做雕記 做雕記對不對? 你就可以做個雕記,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然後隔一段時間讓它充分的混合之後呢 我們再怎麼樣? 再捉 結果呢,發現 技術之後呢,發現有三隻是有雕記的 五十一隻沒有雕記 請問魚總共有幾隻? 好,還行,會不會算? 會啊 怎麼算? 怎麼算?我們看一下 這個,一開始 全部到底有幾隻啊? 不知道,你可以設S對不對? 好,當然我們使用不使用 不要你用S也可以 假設 共有 X隻對不對? X隻鯉魚 好,X隻鯉魚 好,那我們先算出 全部的鯉魚跟 這個有標記的是幾比幾呢? 就是 S比上 100 100比S嘛,對不對? 好 那 所以 打信號大概有標記 全部裡面有100隻有標記 那我們 再來就是抽樣對不對? 我們抽了一些 總共抽了多少隻魚呢? 五十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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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還有三隻也算進去 所以總共抽了幾隻? 五十一加三 所以總共抽了五十四隻 那有三隻是有幾號對不對? 好 所以這就是簡單的列式 列完式之後你先把它化解 100比S等於 五十四分之 三比五十四對不對? 那這個可以約一分對不對? 約一分之後會得到多少? 一分之十八對不對? 一比十八 所以S等於多少? 交叉相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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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X等於1800 X等於1800 那我看一下 其實打21800隻 好 假設因為有X隻 X比100 X等於3比4 X等於1800 對 所以 這是基本的數學啊 所以數學你要有基礎 我講的是真的 因為你到了柏爾 這種比例的東西會用到很多很多 包括人家算濃度算密度 所以你這個一定要學好 知道嗎 比例的概念要學好 沒有學好的話趕快找人去 就是找人要問清楚 所以這個數學沒有很難 它就是一個比的概念 比你們最近是在學 上學你就學完 學完應該要有基礎 好這樣可以嗎 就是我們生活中用到一些數學 好OK那這是剛剛講的樣區法 像是我要知道草椅上面有幾顆草 我先精算每個樣區裡面的平均數 再乘以什麼 總共面積 所以我們要抽多一點 你不能只抽一個 你要隨便抽幾個知道嗎 只能用五個嗎 你可以用七個八個都可以啊 越多越好 那就是 你說為什麼不全部出來 因為時間有限 因為人力資源有限 因為各位 像我們那時候做研究 我們去一個國家公園 我們只有五個人 怎麼可能全部都算完 所以我們只能抽幾個地方算 然後求平均 可是你這樣算出來 告訴人家說這個數據是這樣 人家可以接手啊 因為你的人力就這麼多啊 因為我們就只有給我五十萬塊 去做這個研究 如果給我五千塊 那我們就請一批人去算 那就很精準了 可是有些時候不需要那麼精準 你知道嗎 有些時候實驗只是 我只是想要那個大概就好了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你不需要很精準 你要看什麼研究 比方說如果要量這個 這個黑板有多大 我可能要很精準到 0.1公分 因為我要製作這個 可是如果我要到月球上面去 我需要量到幾公分嗎 不需要 我大概知道幾公里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你要看狀況 不是說越精準越好 不一定 越精準 這個是看 看你的資源 跟你所需要的 精度 你知道嗎 那像你知道嗎 做晶片 那個要到奈米 幾奈米 幾奈米 所以是不一樣的等級 可以嗎